Windows 11的任务栏可以修改位置了 放在顶部 调整开始菜单位置 放在左侧 放在右侧 还有Windows 10中的磁贴功能 怎么样 如果你也喜欢这些功能 跟着我一起行动起来 Windhawk已经多次介绍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观看往期视频 这里不再过多介绍 直接进入下载页面 下载链接在视频简介 双击安装程序 按照向导提示完成安装 其实不再早点过去 我先很清楚 就很不像 栏目的 现在我认识 有点双方导提 现在我到心里 是能以免着 自己工作的 其实是新闻 有点新闻 我计划 我们刚才在讲 首先实现任务栏的居左、居右功能 在主界面点击搜索按钮 英语好的朋友 可以向下拖动鼠标 看看有哪些比较好玩的组件 Windhawk的强大 绝对不是一两个视频可以介绍完的 输入Vertical Taskbar for Windows 11 点击详情 点击安装 点击接受风险并安装 安装完成后 任务栏自动在屏幕左侧停靠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注意到 搜索栏里的文字是倒着的 这是这个小组件的一个小bug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 在任务栏上点击鼠标右键 点击任务栏设置 将右侧的搜索选项设置为紧搜索图标 看上去是不是还有点别扭 现在将顶部的小组件隐藏 依然是在任务栏上点击鼠标右键 点击任务栏设置 将右侧的小组件开关关掉 看上去还是不够完美 所以现在将开始菜单移动到最左侧 在任务栏上点击鼠标右键 点击任务栏设置 点击任务栏行为 在任务栏对齐方式后面选择靠左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就完美多了 将桌面上的图标移动到桌面的右侧 如果要将任务栏拘拘右 返回到界面 点击设置 在下拉框中选择Right 点击保存按钮 看看怎么样 效果是不是很棒 接下来我们来实现让任务栏置顶 在软件主界面点击搜索按钮 输入Taskbar on top for Windows 11 点击详情 点击安装 点击接受风险并安装 安装完成后 关闭并重新打开Windhawk 由于Vertical Taskbar for Windows 11 和Taskbar on top for Windows 11 两个组件有冲突 一个负责居左或居右 一个负责置顶或还原 所以如果要将任务栏置顶 需要关闭Vertical Taskbar for Windows 11 怎么样 效果很棒有没有 最后我们来实现Windows 11样式的更换 这些样式不仅包含是磁贴功能 也有透明类型的样式 具体我们来看一下 依然是在软件主界面点击搜索 或者在下面直接选择Windows 11 Start Menu Styler 安装过程和其他小组件一样 安装完成后点击设置 点击下拉框选择Windows 10 点击保存按钮 开始菜单样式首次设置 需要重新启动软件 软件已经重新启动 现在打开开始菜单 磁贴功能就回来了 返回到Windows 11 Start Menu Styler设置界面 其他的样式可以逐个保存看一下 根据自己的爱好进行选择 此时可以快进观看剩余的样式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点赞转发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